李宗盛議員 各位大家好 我知道今天大家來到這裡都是看辯論比賽的 不是看我的 不過不要緊 我也是代表賽會跟大家說幾句 今次我們公民黨和青年公民搞這次杯賽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在社會上提倡理性辯論 因為其實對賽雙方 他們今天抽的站方 其實是抽籤抽出來的 並不是他們自己的立場 我們其實很希望透過辯論活動 給大家 雖然大家都一定有自己對於每一種政策議題的立場 但是也能夠聽聽你們對方的一些論據、論點 也嘗試去用心想方法 用一些有邏輯、有理據的方法嘗試去反駁 這是我們公民黨很希望提倡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舉辦了今次公民盃的辯論比賽 我也代表公民黨 多謝五位評判 今天真是勃勇秋空 我知道大家都是大忙人 也是社會上的一些意見領袖 我也很感謝代表公民黨和青年公民 多謝五位 好,不妨礙大家太多時間 我們現在即將開始比賽了 謝謝 謝謝 在比賽開始之前 請大家把電話轉為靜音模式 謝謝各位 比賽即將開始 現在有請雙方辯論員到台上就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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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來臨 維多利亞公園音樂區 今天是2013年度公民盃大專辯論賽決賽的日子 首先是介紹今天的辯題 今天辯題為 佔領中環對香港發展利多於弊 接下來是為大家介紹今天的評判 他們分別是 立法會議員陳家樂議員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資深大律師 時事評論人徐少華先生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發言人韓廉山老師 以及著名傳媒人曾志豪先生 以及著名傳媒人曾志豪先生 再一次感謝五位評判在白亡之中附勇出席 並登任時事比賽的評判 接下來是為大家介紹今天的辯論員 政方香港城市大學 主辯金子玲同學 一副蘇心儀同學 二副鄭文昌同學 二副鄭文昌同學 結辯劉燕新同學 反方香港浸會大學 主辯易國堅同學 一副張可心同學 二副李子晴同學 以及是結辯鄧卓南同學 接下來會宣讀賽規 舉賽進行時 嚴禁台上辯論員與台下隊員 以文字圖片或語言 進行任何形式的溝通 為者可以被取消參賽資格 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 為人名及書名可以使用外語 如果比賽雙方或評判提出 認為台上辯源使用外語 主席會詢問評判是否違規 若多數評判認為違規 五位評判可各自決定 最少扣一分 最多扣五分 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終止前 計時員會連續按鐘兩下 事議辯論員 須盡快結束其延遲 在法定時間15秒過後 計時員會連續按鐘數下 而該名辯論員 亦會被扣分 扣分制度如下 15秒過後 每過時5秒 即第16秒開始 將會在每位評判 給予該隊員的總分裏面 扣五分 如此類推 不足5秒者 亦當五秒計 各辯論員 須於計時完明鐘後 才可以開始發言 請問雙方對蔡規有沒有疑問 如果沒有的話 接下來是試麥的環節 試麥的先後 會按照出場的次序 首先有請 正方主辯金子玲同學 試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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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麥 主席、評判、日本同學 正在各位 大家好 首先我住天水圍 我今天很早起床 天水圍搭了一個多小時 終於來到天后的維園 平時在電視看得多 城市論壇都在舉行 看到有很多市民 都會討論一些政治議題 從來都沒有想過 原來自己都會有機會 可以站在維園 握著咪 有那麼多人聽我自己說話 在這個難得的機會下 我就想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的名字叫金子玲 是金色的金 子是草花頭 我下面做亭子的子 就是聖靈的靈 不過名字 爸爸媽媽幫我改的時候 有一個特別的意思 原來那個子代表花的香氣 原來我自己也是個基督徒 所以爸爸媽媽就寓意 希望我可以 我的行為和我一生 都可以做好基督徒的本分 好了 我介紹完自己之後 最後也當然要借這個機會 多謝五位評判去抽空 擔任今次比賽的評分工作 也要多謝主辦單位 公民杯 公民黨 中了一個公民杯 給我們切磋名記 另外也要多謝 香港中美大學的 中文辯論隊同學 好用心 一起在這五天 一起準備比賽 多謝各位 接著有請 反方主辯 易國堅同學 中文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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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不经不觉,已经过了三年了 这场愚无意外将会是辩论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 其实回想三年之前刚入队,什么都不懂 主意意记是什么,完全不知 然后自己又大懵 试过因为前一晚,最后还记得太晚了 然后比赛当天竟然忘记了起床 要队友急叫我,夺命追问叫我 在那十几个叫才醒了 然后吓死我,叱一飞奔去场地 平时队友大懵已经太多了 多到那些朋友、队友听到 哎,苏心仪,是这样的 你下次不要,也不算了,下次会这样的 不说了,不说了 然后就会尽力,虽然耻笑完我 但也会好好地帮我 所以老套一点都要说一句 很感谢各位队友,老鬼,队教练 因为我们知道他真的包容了很多 帮了很多,教了很多 之后我们不可以再代表我队在台上比赛了 但我仍然都会常常回队 很希望现役的队员 又或者之后会加入我们队的新队员 都可以继续贯我们队成大博净的精神 谢谢大家 然后有请反方一傅,张可心同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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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院的观众各位,大家好 刚刚主席就说理性讨论 就想起一件事 因为个人就比较多在网上流连 就是看下网,看看讨论区说什么 有一个很著名的讨论区 就是一个叫做时事台的东西 在里面就好看下,到底那些网民怎么想的呢 我们打辩论都要知道 到底各方有什么意见 但一路看下去 越看越不对路 咦,大家都好像没有真真正正讨论过这件事 很多时候都是说 我就是这样的 你说服不了我 总之你听我说 这样我就不断地在想 这个是否一个好的讨论方法 好像刚刚主席所说 你要讨论,要理性讨论 也很希望日后我们可以更多的理性讨论 其实要坚持一个立场不是最难 是要放下成见,大家一起谈,一起说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辩论 多谢各位 有请正方怡父,郑文昌同学 事迷,事迷 各位大家好 有方两位辩议员都提到 我们辩论需要理性的 主编也提到 站方是抽的而已 那是没问题的 因为社会当然有不同的意见 正反也会有理据 所以立场不要紧 最重要是说的是对,是真,不是错 那就可以了 那在建基于这个理性的情况下 我们去讨论 那当然在不同的站方是可以打讨论 那来到维远 我开始想到 现在是8月 我们是辩论队 又整套衣服穿出来 那是很热的 但是想想一下也很好的 因为过往很多的比赛 都是 虽然是公开的 但是都是在学校里面 关门 没有什么人来看 那有机会可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有些街坊也好 就是其他不同社会人士在这儿讨论 那我觉得 就是 不知道上面抽水 但是也算是为香港的发展 好像也曾经出过少少力 也算是说过一下 那希望 接下来我们会有 双方也好 都尽全力为这个这么热次的 就是这个这么热次的 讨论得这么热次的题目 可以有一场精彩的比赛 多谢各位 接下来有请 反方二傅李梓晴同学 是吗?是吗? 各位大家好 双方都说了很多 关于说放下整件 其实我觉得今天来到 维远这个地方打比赛 特别有意义的 这里真的凝聚了很多 香港不同阶层的人 我们沉重一点的 七一游行 我们在这里起步 六四烛光晚会 我们都在这里 开心一点的 连宵都在这里 去年我才和我的家人在这里玩 其实呢 除了整件 不止一些正件的 其实打辩论呢 周边都承受 自己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周边人都会想 好像吵架 我坦白说 我当初玩辩论呢 就真的因为妈妈跟我说 一句 你今早跟我拗 不要拗 入中变队 那我 好了 入中变队 那怎么知道呢 连玩了这么久呢 近几年妈妈就觉得 好像没有了半个女儿 常常都开会 开到凌晨两三点 那今天其实 这么大的女儿 打这么多场比赛 父母都没看过比赛 今天我妈妈在后面 第一次看我比赛 希望呢 我妈妈你都放下成见 相信我玩辩论 不仅止 是常常跟你搏嘴的 虽然有一些进步 多谢各位 按照发言次序 现在有请 反方欠辩 邓卓南同学 试咪试咪 评判 在场这么多位观众 大家好 不如轻松点 问大家一些问题 譬如 苹果和橙 有哪些人 喜欢吃苹果的 没有啊 看来有啊 曾志豪评判 可能有些人喜欢吃橙的 试试想想 如果后面的片子 是苹果利多于弊 有些吃橙的人 可能就说 总之我喜欢吃橙的了 你说什么都好 我只喜欢吃的 其实这个 并不是辩论比赛 可能平时吵架就会发生 但是辩论比赛 有一点很特别 就是 如果我喜欢吃橙 我上面听的话 嗯 听听着苹果 又真的利多于弊 其实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多一点聆听 多一点理解 这句话顺便送给特首 这句话 正是辩论里面 最核心的精神 所以很希望 大家可以透过这支咪高 学习点辩论 多一点聆听 多一点理解 多谢 今天有分台结辩的问题了 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比较喜欢吃苹果的 不过橙 我自己觉得维他命C多 也不错 很幸福今天能够有机会 亲身来到维远 站在台板上 一输自己对这条辩提的看法 跟我方的一副一样 这场比赛 都是我的大学生涯 都是我辩论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 很想在这里 借着这个机会 跟我台上台下的队友们 朋友们 说一些的话 希望队友们 朋友们 我们成大博传的精神 都会继往开来 明年我们再创高峰 多谢各位 事迈完毕 现在就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正方主辩 金指令同学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介绍事业 事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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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评判 右方同学 再次各位 大家好 美国政治哲学家梭罗指出 就算大多数人支持的政策 都未必是合乎公义道德的 这个时候 公民就要凭着自己的良知 站出来反对 公民抗命 违法就已 就是成为了制度必要的补充 公民抗命是一种公开 非暴力 明知违法 而且愿意接受法律后果的抗争行为 再次各位 基本法列明 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会根据实际的情况 和循序占进的原则 最终达止普选 港人争取普选的诉求一直斥热 二十多年来 投票 游行 正座 绝食 苦行 都真的什么都做过了 话说 循序占进 但只见到的就是停滞不前 07和08年 还有12年双普选 都被中央否决了 政改方案又草草收场 到今年 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喬血扬都说明了 特首者一定要爱国爱港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又跟我们说收机论 就连特首梁振英自己 都迟迟未肯落实 政改方案的资讯 说好的普选 究竟去了哪里呢 有见及此 港大法律系戴耀廷教授 就在今年的三月 俗意违反公安条例 逼使警方执法 而我方就发现 占领中环可以带来两大利处 第一汇聚民意 整合泛民 过往泛民主派 掌握着立法会三分之一的议席 拥有少数的否决权 才可以就政改方案 土家还家 但是在2010年 民主党就自己走入中联办谈判 还转了贷 投了票 投了政改方案一票 那就令泛民唯一的谈判筹码都没有了 香港现在正正就是处于 政制法件的关键时刻 香港人又怎样能够再一次承受 因民主派离弃盟友 和中央私底下达成共识呢 而占终第三部曲 就是要借助变相高头 给全港的市民 就普选这个单一的议题进行表决 选出全港认同的方案 超级区义营陶紧申 就已经说了会辞职 引发公投的了 一个全民参与的公投结果 就是社会共识 就是民意 说真的啦 哪个政党敢违反啊 我就真的不是很信了 第二 引发社会关注 向中央施压 占终这一种 受到道德感召而进行的公民抗命 在香港史无前例的 占终由快起到现在 有几多个月呢 现在初期而已嘛 就已经先有建制派 在十八区区议会 夹着提出反对占终的动议 周蓉呢 又抢着说要帮港出声 原本啊打算在下年才进行的政改资讯方案而已嘛 都提前地进行了 就连中央都要参一脚 黄光亚说 不希望呢 有人借占领中黄将香港搞乱 张晓明又跟我们说 违法就是违法的啦 由此可见 占终的行动初期 就已经引起了中央和特区的高度关注 也都为他们带来一定的政治压力 随着占终这个议题 在社会上面持续发烤 我们相信在明年的七月一号 占领中环这个核弹 一定会成为争取真民主的最大武器 多谢各位 正方主辩所用时间为三分五十九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反方主辩 易国坚同学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时员 试米试米 评判主席在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听完有风堂四分钟的演词 我们看回有风堂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有风堂今天讲的方案 他说有辞职公投 但是戴耀廷其实一两个月前已经讲了 他说为免动用公帑已经没有了变相公投 所以有风堂请你先搞清楚这个方案 另外我们看看有风堂的两个利处 其实都是建基于头三步而已 戴耀廷自己也说 前三步的威力是建基于最后一步 是与第四步不可以割裂的 所以有风堂如果你要正立变题 请你和我们好好讨论第四步 最后各位 一听起占宗 一讲占宗 很多人都会想起我们的普选历程 没错 我一听到都会想起的 我方今天都想争取普选 但是这样代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感性用事呢 不是 我们应该要理性地分析占宗 我们看到占宗和以往的争取民主方式很不同 例如七一游行正座抗议 和他们在性质和规模上都很不同 就像泰耀廷自己也说 占宗是一种开宗名义的集体违法行动 参加者需要承担一定的聚责 而且是持续地霸占宗环 面对一个性质这么独特的行动 我们更加不可以只是看它的短期政治影响 反而是要从长远的角度审视各方面的利与弊 因此衡量今天的变题成立与否 就要审视占宗对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的影响 而我方今天反对变题基于以下两大闭处 第一,骑劫民意开坏先例 中大亚太研究所的民调明确指出 支持占宗的人只有大约两成半 相反大约五成人明确表态反对占宗 我方今天不是说 逢没有多数民意支持 就不能站出来表达意见 占宗显然和其他的社会不同 未得到足够的民意授权 就争夺舆论 希望以此作为和中央谈判政改的筹码 但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市民支持 就是犯法影响市民生活 所以一旦开展占宗 整个社会忽然被代表 变成变相鼓励少数骑劫多数的犯法社运 开了极坏的先例 为社会带来沉重代价 就好像前日爱港历的陈正芯 都说自己代表香港市民 那他又是否可以出来拜占街道 代表港人谈判呢 第二 瘫痪香港命脈 占宗是要堵塞香港的交通要道 影响市民生活和社会运作 但中环大家都知道 是香港的经济疏楼 有很多甲级商下、银行总行 乃至港交所都在其中 所以科大经济系组主任雷鼎明教授就即言 占宗一日就导致16亿的经济损失 然而戴耀廷自己亲自都承认 行动必须持续有效的时候 换言之 年日占宗必定造成数以百亿计的损失 而且赔赏的还是长远的营商环境 国际形象 到时候香港稳定的环境不在 甚至是外资流出 还有各位 是不是你们想见到的呢 到底有方同学 你是要长期瘫痪破坏经济 还是不要长期抗争 只坐一日都足以向中央施压呢 有方同学必须要清楚解答 最终各位 经济损失呢 今天占宗里面就必然会出现了 但更加重要的是 由启动占宗到争取普选 当中有很多疑问 第一 电子公投有多少人参加呢 选出来的方案有没有代表性呢 第二 第二 所谓的万人商讨日 参加者都是认同占宗的时候 究竟是否代表到主流民意呢 第三 当今天激进派都表明会骑劫占宗的时候 你如何保证活动是和平非暴力呢 最后有封同学最重要 占宗如何令到中央 由必然不给普选到必然给普选呢 多谢各位 反方主辩所容时间为4分08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正方第一副辩 苏心仪同学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计时员示意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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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评判在座 各位 大家好 很开心有方陀和我们一样都支持要普选 但究竟今天有方陀的立场是什么呢 原来他就是反对公民抗命 因为有方陀和眼中 只要是小人开头参与 只要是犯法就是罪大恶极 我们就不应该去做 是因为有方陀和根本不明白公民抗议的意义 其实有方同学要想想 如果你说很多市民反对的话 反对的是什么呢 市民反对的是反对争取普选 还是纯粹反对占宗用公民抗命的手段来争取呢 如果是后者的话 我方绝对不意外的 因为从来在社会里面 保守主持温和的一派 从来都是多数 但今天我们就发现 原来我再用温和再用保守的手段是不足够的了 我们回顾以往的十几二十年 我们用了示威游行等等 我们眼中比较温和的手段去争取 争取了些什么呢 就是爱国爱港四个字 到底是不是大家想要的呢 其实回顾其他公民抗命的例子 其实发现原来公民抗命往往在最开始 都是得很少人支持 甚至很多人反对 认为这样是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秩序的 例如看回印度的人权领袖甘地 当时他会违反政府的恶法 专专与犯法 当时只有几十人去支持他 很多人都觉得你为什么拿来搞 你这样不行的 犯法不好的 但最后因为他用以身示法的方法 他感染了更加多本来保守的人民 都知道他要站出来 要去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 直至最后越来越多人去参与这个抗命 直至成功 所以今日方同学眼中 是不是一开始没有人支持 不够多人支持 公民抗命必然失败的话 那是不是所有以前的公民抗命 都是弊多于利 都不应该走呢 你一方同学跟我们说经济 其实今天原来 如果一方同学很担心经济的话 绝对可以放心 因为其实经济今天阻碍到经济发展的 其实不是今天占中的行为 最大的障碍是一家无能不滞的政府 去混乱的经济政策 才是令我们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 所以一些国际的经济评级组织 都跟我们说 例如标准普尔都跟我们说 如果占中行为一旦可以真的争取普选的话 反而有助经济的长远发展 有助令到香港的经济评级上升 那如果有方同学这样看的话 其实是不是占领中环 如果我们真的争取普选的话 其实只会令我们有利舞弊呢 而有方同学如果真的要很短时间 纯粹看占中环一日两日的影响的话 其实打风的影响更加大 为什么打风之前 你不会跟我们说有很大的问题呢 为什么市民会看到的打爆风球 大家热烈地弹琴烈地唱 不知道多开心呢 那有方同学觉得经济这么大问题的话 究竟其实变相意味着 在有方同学眼中普选是很小的 打个风都没有的经济利益 都足以盖过普选大的利处 所以今天我们连做都不应该做 但今天有方同学 我们讨论过 究竟普选的重要 其实是没有 他后方声声说 我们要争取普选 但最后怎么做呢 如何做 今天看到市外游行都无效的时候 我们靠占中 靠过感染其他市民 保障市民都一起支持 为什么不是一个好处 多谢大家 正方一副所用时间为3分10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下来有请反方一副 张可心同学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时员示意 主席 评判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一次辩论比赛发言急 有方追求普选更急 听完有方发言之后 其实他们凭出一个简单的逻辑 就是说要普选就要占中 然后就利多于弊 其实民主 大家都想要的 但是为什么不停一停 想一想 理性讨论占中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 其实今天的辩题要理解 问3个简单问题就可以了 第一 到底有方论立场是什么呢 今天有方论两个理处 跟我们谈占中谈普选 两个理处 没有一个是跟我们说 会成功争取普选的 就是说凝聚到市民共识 为什么用占领中环的方式 其实今天有方论 说到底只有一个理处 无论他说整合泛民 或者引发社会关注 其实他都是透过民意的汇聚 去令到泛民团结 结果有方论 都是只有一个理处 就是令到市民团 就是可以知道市民怎么想 但是今天要问的是 为什么其他方法不行 一定要用占领中环呢 麻烦有方论不要再阻塞右避 和我们落落实实说 占领中环那一步到底发生什么 另外有方论是否真的可以引起到市民关注呢 中大组合文条说 占领中环行动 是不是得出一个多数港人认同的特首普选方案呢 说一定会或者不会呢 只有7.9个巴仙 说一定不会或者不会的 组组有6成7 有方论你想怎样回应这个文条呢 第二条问题就是 今天有方同学 你们的好行成是怎样 是不是真的好行呢 我方主编问过有方可行性问题 第一 如果黄羊达过来骑洁活动 你怎样解决 有方论没有答到 第二 今天是不是有第二波第三波攻击 有方论都没有答到 最后说中央是不是会让步呢 有方论连提都不敢提的时候 最后你说会最民意 原来是用电子公投的时候 有方论都很开心 你们终于搞清楚 但这些可行性问题 你不回应的时候 你有怎样可以逐到占领中环呢 我方论得很清楚 就是连中大民调都跟我们说 原来问一些商讨日词 商讨日后也好 七成市民都说 觉得很大技术困难 做不到 有方论证给我们看 技术一定成功呢 即使戴耀廷教授都不敢说 第三条 就是市民怎样看占中 其实中大民调 我方主编说了 其实即使连港大民意调查计划 都普遍见识到 市民很清楚就是支持民主 但不支持用占中 有方论立场很简单 他说多数市民反对吗 不要紧要 我们先占了 占完之后大家可以就可以了 但今天有方论课 你占领中 不是只影响你们支持的人 是影响全香港的市民 政治 经济 社会 这些通通你抛住了后 汽余草解的时候 到底你还有什么呢 再者 民意真的支持得三成 你今天无疑是奇结民意 按着有方论诺 你觉得真的正好就可以做 不用你大多数的同意的话 直上五位评判 如果最后三票给正方 两票给反方 是不是那两位评判说 不行不行 我觉得反方赢 就颁奖给我们呢 那当然不可以了 当今天只有三成市民支持 就去占领中环 痰瘫经济命脈 另外七成市民的意愿呢 你们说口口声声 争取民主 其实最不民主的就是 有方论诺自己 如果有市民支持 当然是好 但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不是借靠我们的理想 更需要是理性 希望有方论诺正面回答 多谢各位 反方一副所用时间为三分零七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正方第二副便 谢文昌同学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介绍 示威 最后各位 有方论诺一副完全是没有回应过 我方已经跟他们说了 两大的所谓的弊处 根本就不成立的 什么瘫痪经济命脈 有方论诺不敢回应 我们的国际评级机构 已经说其实是没有影响 然后方论诺 说到最底 其实只不过说一件事 就是没有市民支持 不是大多数都支持你占中这个行为 那我们我方一副都提过了 以往很多的运动 其实都一开始 不是大部分人支持的 到底他们到最后 为什么能够成功呢 简单的一个例子 即使是女权主义 以前男人也会反对女权 那部分的女人也反对女权 按道理 争取女权的人 就一定是很少数的 那说到最后 为什么我们又应该要争取女权呢 那就是 你正在争取的 是不是公义的问题 你刚才说 是不是多数人三比二 就可以令到结果 问题就是 你争取的是私利 还是公义 如果我们争取公义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 我们用什么方法去争取 有方法 我不是反对普选 但是他的立场就尴尬了 到底我要普选 我应该怎么做呢 是做什么方法呢 他质疑我们的可行性问题 就是说你商讨日 是不是那些 围内自己支持的人谈 但是我有一万人出来讨论 有些是随机抽的时候 去到最后的方案 是会公投产生 是说全港的市民民意授权的嘛 怎么会是小圈子 你说围内自己产生的方法呢 你说怕到最后 引发公投 没有人辞职 但是早几日涂紧身 都说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会配合去辞职嘛 就算没有了 人民力量 两位议员都说过 他是会辞职的 加上长毛他们 还有我们港岛区 或者陈家乐的议员 都可以去引发辞职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那么怕 这种技术的问题 不能够引发公投出来 得出一个全港的方案呢 最后有方陀想怎样呢 他又要一个普选 他又不想搞公投 那你想怎样呢 你又不需要占领中环 那你想怎样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走哪一条路 既然本身就是 这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的可行性的问题 也不是有如有方陀所说的 这样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要问 到底做完占领中环之后 有什么的利处 远的不要说了 现在已经看到的 整个社会已经是二次 在讨论这个议题了 今天公民党都已经 拿这条议题出来讨论 提早了这么多去展开的讨论 本身是一个利处 商讨压引入美国学者 所说的一种商业式民主 是一个利处 由非政党的学者 去主导这个运动 也是一种首次的一种民间运动 是一个利处 去到将来 有一个方案走出来 可以团结整个泛民的所有政党 去统一投票 不会这么容易转态的时候 去威胁到我们的中央政府面对 这种种利处 你说是否一定要成功才看到呢 即使不是最终 必然会有这些普选 问题不在和平占中 是在中央 如果在那一刻真的没办法 那之后怎样呢 都有利处 起码我们是一个全港公投的方案 作为底线 我们可以建基于这个基础 再去跟中央讨论谈判其他的行动 就是有方和我说的那些可行的行动 都可以做的时候 今天有方和我怎么会认为 这个占领中华不是你对比 多谢各位 政方第二副变 所用时间为3分07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又请反方第二副变 李子晴同学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时员事宜 四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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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各位 幸好今天大教授没有来 我觉得他有点失望 今天占中的方案 有方从开箭说到现在 还是说涂锦申议员会辞职 去做一个投票的 但是其实大教授自己都出来说了 为免浪费公帑 他已经转了做电子公投 方案都没搞清楚 就和你说利弊 各位 咀嚯评判 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到底利多于弊的这条辩题 准备是什么呢 开箭没有说过的 我方就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审视香港发展 我们要看长远 要看全面 要看政治 要看民生 要看经济 有方只跟你说 政治 那好吧 当你有点利益 那你就跟他说了 我们的币 比如说经济 标准普尔就跟你说了 如果你成功了 不会有什么币的 那现在行不行 我方问了全场 就是想问你 你所有的利处 是基于你占中 一定为我们香港争取普选的 那你现在有什么 跟我们说可以争取到 当中央态度那么强硬 当原来连双退日的市民 有七成市民都说 觉得有技术困难 根本不会成功 当中大民调也跟他说 有七成市民跟他说 他们不相信 凭占中 可以讨论到一个 大家都满意的普选方案 中央都不会接受的时候 到底你的筹码有多少 胜算有多大 有方被触全场 都不跟他讨论 这样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方呢 好了 闭嘴 不要再说我不认了 有方最离谱的一负是跟他说 你那些钱 一个打风都去了 打风我们不想的 什么弹琴弹弹地跳舞 我们当然不想 香港我们一向都要一直运作 影响了社会 但是我们不能选择 有利势力场保护住都更好 没有的 这样就没有几亿了 最大问题是你今天占中 你一天已经损失了16亿 还要不是一天这么短 这么简单 是讲长远的 今天原来我们已经知道 政治稳定 就已经是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因素的时候 外资不敢来 你搞到政局这样的时候 我们这一个 是不是长远 对香港发展 都是利多于弊先 今天你要出来跟我证清楚 最重要的是 有方原来将整个占中运动之矮化到想汇聚一下民意 不是的 是汇聚泛民的意见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你们之间不再开多些会 不再商讨好一点 你们要团结一致 为什么要把香港倒一扑 有方全场都没有跟我们说清楚的是 占中今天不是普通游行示威这么简单 普通游行示威 我们出来留下汗 我们缺下水 我们不要紧 我们为民主我们愿意付出 但是你今天占中 不止是这么简单 而是说我们要犯法的 平时你可能是围了一个围园 不能踢一下玻璃 在这里静一下座 但是今天呢 我们围了一个中环的时候 有多少市民没得上班 新界受影响 他们出街 他们日常生活会受到阻制 而你的占中行动有多久 你有没有一个时间升日 何时完 有方都不知道 至于你再跟我说要汇聚民意 那你告诉我 电子公投到底到最后 你经常说传闻 有多少万人真的出来 去做你的公投呢 谢谢各位 反方异负 所用时间为3分09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来是台下发问的环节 每间院校有两次台下发言的机会 质询提问的对象 必须为对方的辩论员 台下发言者 无权要求谁人作答 每次台下发问的发言时间为一分钟 在法定时间 完结前15秒 计时员将名中一次 以示发言时间即将结束 在发定时间终止时 计时员会连续按钟两下 示意台下发言者 必须立即停止其发言 若不停止发言 主席会终止其发言 任何一方在30秒内 未能派出台下代表发问 当自动棄权论 台下发言者必须发问 否则发问一方无分 对方可以获得该题之满分 若有任何争议 以评判意见为准 发问后有一分钟时间 给予作答的一方准备 在准备时间完结前15秒 将会名中一次 提示作答变缘 在一分钟发定时间终止时 计时员将会连续按钟两下 示意作答的一方 需派出变缘答变 任何一方在对方台下发言 一分钟内未能派出代表作答 当自动棄权论 各队员有两次答变时间 每次答变时间为一分钟 在发定时间完结前15秒 计时员将名中一次 以示发言时间即将结束 在发定时间终止时 计时员会连续按钟两下 示意辩论员需立即停止发言 又不停止发言 主席会终止其发言 现在有请正方同学 作第一次的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时员示意 主席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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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其实有方同学今天之所以反对变体 全是因为他认为公投是不存在的 先讲大教授其实仍有一年的时间 根本就未决定究竟是否用电子公投 还是有真正的公投 有方同学,这件事你要先搞清楚 千万不要打击大教授的意见 再讲下去的究竟就是 有方同学今天是不是有公投 你所说的一切汇聚民意的意见 占终究竟应不应该进行就能够成功呢 我方的义父已经说过了 如果民主党的议员肯出来 负责承担 去搞公投辞职发动公投 又或者后面人民力量的两位议员已经说 他们可能都会作出牺牲 负上自己的职位 来搞公投的时候 那是不是已经成功呢 有方同学再讲下去 就是说经济可能会受影响 全港的公投 民主这样表决的意见 如果大家都真的不想民主香港人活该如此 那就不会发生第四步的占终 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 有方同学 究竟你今天相不相信香港人 相不相信香港人会为公投自己发声 如果不搞占终的话 会做什么 多谢各位 反方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这个问题是什么 正确子 有等增 这些 稍后 这些问题 有点免费 其实是爱 她的素性 对 这些问题 一切 那免费 很敏 从准备 里面 我 准备 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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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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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反国教和韩老师的拙食 是不是一定可以反国教的成立 都不一定的 如果说未必一定有成效不做 那就什么都不用做 说到最底 有一方说我们的利处很弱 一些都不弱的 说整个泛民必须要顺应民意 从来都没有一个全港民意授权的方案走出来 现在这个方案走出来 大家跟着底线去讨论 就算連民建聯都不敢逆你意義的時候 這個怎麼會是勢力的 多謝各位 現在有請正方同學作第二次的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緣示意 主席評判 觀眾各位大家好 聽了那麼久都聽了 有方同學不斷反對辯題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質疑我們的利儲 裡面沒有必然成功爭取普選 或者一個理據 就說今天不成功了 但另一方面有方同學就說 還有其他方法做到的 我也明白橙是否吃蘋果 有方同學 今天我很想你提供一下 其他方法 有必然成功爭取民主的方法 有方同學一定暗瓦隊有 否則怎麼會反對我們今天佔領中環的活動 很想有方同學今天提出來 跟我方和公民黨這麼多議員 一起討論一下 謝謝各位 反方同學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謝謝大家 因為我聽到Danny說這個施錄 就是一條短音的音樂 對,對,對 你呢,你打一下 Danny 有請反方和我打邊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範 示範… 謝謝有方的問題 我今天差點以為自己打錯站方 今天有方問我們是否有反建議 是說必然是利多於弊 今天有方不輸打迎搖 是現在我們問你所有可行性 都不得一 現在民意不支持 就令大家實在明明出來都跟他說 市民支持才是籌碼 而我們說你知民意不支持 你籌碼在哪裡呢? 而中大政政教授王偉豪跟你說 中央根本就不會理睬你 你沒有所謂的籌碼的時候 你兩個可行性告訴我 原來你根本是沒有利處 沒有利處的時候 你回頭問我一個反建議 但有方法反過來就跟我們說 我們要提 根本你們的整個方案 就全部都可以改善 你是拿著 如果你是拿著必然原理的方案 我又跟你說 那今天不用打變題了 你一定是理多於弊 但有方作為正方 麻煩論正 為何可行 為何你的利處必然張顯 多謝各位 有請反方同學作第二次的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緣示意 試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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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說 佔領中環要團結泛民 凝聚民意 但今天黃楊達和黃毓民都表明 我們要騎劫佔中 有方同學一直都沒有答過 怎樣避免 而且民主黨 他們說有真普選 就不需要佔領中環 但他們對普選的定義是什麼 原來只要泛民入閘就可以了 我想問有方同學 你覺得民主黨不屬於泛民主派 還是你覺得到時搞佔中 黃毓民、黃楊達騎劫佔中 原來到頭來都算團結了泛民 各位 正方同學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謝謝大家 有請正方同學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繼事員示意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正正泛民的黨派本身自己都有很多不同的立場 針對普選各自有定義 正正我方覺得不滿的原因 正正我們需要公投 一個大家都認可的方案 令到有個底線 令到泛民可以統一 至少在底線裏面討論 不要再自己去定義所謂的普選 自己去跟中央談 這就是正正公投的重要 正正是佔領中環的意義 正正方同學今天說 萬一有些人反佔中有什麼問題 其實以前反國教的時候都有反反國教的 其實七一遊行都有外港力出來示威遊行 說我不要七一遊行 我不要去爭取 其實全部事情都不好做 只要有人反對的話 我們就不應該做 其實今天我們根本不需要公民抗命 甚至七一遊行平反六四 反國教全部都理應取消 理應弊多於利 是不是有方同的邏輯 是這樣呢 謝謝大家 台下發問的環節結束 接下來是自由辯論的環節 現在宣讀賽規 自由辯論發言 必須於兩隊之間交替進行 首先由正方一名隊員發言 然後反方一名隊員發言 雙方輪流發言 直到時間用完為止 各隊耗時累積計算 一方發言結束 即開始另一方用時 在總時限內 各隊員的發言次序 次數用時不限 如果一方用時已經用完 另外一方可以放棄發言 亦都可以輪流發言 直到時間用完為止 放棄發言者不影響計分 每方均有2分30秒的發言時間 在法定時間完結前一分鐘 計時員將名中一次 已是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終止時 計時員將會連續按鐘兩下 事意辯論員需立即停止發言 如不停止發言 主席立即終止其發言 現在有請雙方便員試麥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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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再問你一次 有沒有一些必然可以成功爭取普選的方案呢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問題是現在你這個民意反對 有方同學問了你 知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支持佔中 有方同學你的邏輯是說 不是必然成功 所以就不要做 言下之意應該是說 必然成功的事才可以做 請問阿馬 如果你都沒有一個必然成功方案 是不是不需要爭取普選呢 今天問題是 你連說會不會成功 你講和我們爭取成功機會 你都不敢說 這才是重點 再問一次 你說支持的人 你知不知道支持佔中有多少人 如果這樣不會成功的話 我們整個社會在討論中 中央在害怕的是什麽呢 而到底整個社會的壓力又是什麽呢 到底你不是以為大家都是傻的呢 他們的壓力我就不知道 我的壓力就是 有方同學永遠都達不到 為何佔中可行 有方同學問了第三次了 究竟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支持佔中呢 為何不可行呢 好了有方同學 都是不敢回答 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佔中 我告訴你 只有三成人支持佔中 好了有方同學 今天你是不是逆民意而行 那是不是就是說 爭取普選是不公義的事 今天爭取普選大家都要 但是你不支持佔中有方同學 不要把普選和佔中混為一談 再者今天有方同學 你說要不惜一切 我想問你 有否覺得香港人 現在不知道自己要什麽的呢 那我想問 如果你說那麼多人反對 你有沒有問過反對的原因是什麽呢 我多謝有方同學 都知道有人反對 都知道有方人反對是要理 今天問題是你說不理的 其他人不知道 你是不是覺得香港人文字未開 再回答一次 所以我會有一年的開展期 慢慢去跟他們宣傳 希望改變民意 你都見到近年來 近這幾個月的民意確實有轉變的 是說支持人越來越多 那這就是一個進步 有方同學 爲什麽你覺得那麼不可行呢 有方同學又 有方同學退了 就知道呢 原來現在市民都不支持 不過說給多一年時間 我試一下吧 那你說升了民意 升了一次而已 有方怎麽確保將來都會升呢 其實呢 當時的反國界 是不是一開始就有很多人 一起說支持佔領正中呢 有方同學 不要轉而出線 和你說佔領中環 就無故跟我們說國民教育 有方同學都知道 他們論證不到 未來原來民意不斷升的時候 我想問一下 以後原來陳正心衝出來說 我代表香港人 出去佔領中環 你怎麽解決 其實邏輯一樣的 怎麽有方同學就不敢類比 因為他們都明白 當時反國一開始 確實是很少人支持 但最後因為大家被換醒 他明白要支持 要抗爭自己的話 就應該站出來 今天為什麽佔領中 就完全不可行呢 有方同學不是覺得 香港人未被換醒呢 按照你的說法 絕對是呀 絕對是不是 一人一票都不可以要呢 什麽一人一票都不可以要 現在說佔領中環就是 爭取一人一票 你反對著什麽呀 中央一人一票 中央答應了我們 我是問你 你覺得香港人文字未開 是不是一人一票都不可以要呢 有方同學知不自信普選 支持的 但是市民都不支持 你用佔領的行動 好了 找回有方同學 到底是否到時 陳正心出來說 要佔領中環佔領西環 你想怎麽解決呢 那是否不做 就反而有普選呢 有方同學不要再 不斷把你的論證站 推到我們那裏 是你要論證 今天佔領成功的 你都不敢論證 那你無緣無故說 這個必然又會失敗 或者不一定成功就不做 那我問你 到底怎麽搞 你說不一定成功就不做 可能連普選都沒有了 那我問你 是不是不做會更加好 更加你多於弊 算了算了 有方根本都不懂得回答 不如就算你說 你不知道成不成功多 我就跟你說 你那些小小的理處 你說要整合整個泛民 今天黃毓民跟你說 我就是要進來燒雞營 那有方同學你怎麽整份泛民呢 那你問他做什麽要騎劫 這個是他的責任 你不如說坦克車會入城 屠殺我們 接著是我們的粗 現在說佔領中環 還是說和平佔中那班人 你無緣無故說其他騎劫 你又譴責他有什麽問題 那就是整合不到其他的泛民 正正就是現在又譴責他們 為何譴責泛民 是否也支持普選 他確實不會為普選做任何的事 誰呢 人家在泛民裏面 你理處很簡單 就是想整合泛民 你現在說服不了人家 和你非非不講粗口 去佔泛民 去佔中 你問我怎麽解決 有方同學 不如盡少少論政責任 那是否不做 又會反而更加團結 這個方同學 問題是你團結不到 又要影響到整個香港 那不是說 有方同學 不如你真是跟我們說 你怎麽團結泛民 你原來講到尾 是團結不到最激進那些 那另外那些全都權結了 那現在不做 是否剩下那些都不會團結 有方同學 那你覺得民主黨怎麽會轉態呢 轉態就是沒有一個民意壓力 現在有公平民意壓力 他就不敢轉態 咦 七成人反對佔中 民意壓力 你又受不受到呢 那理應所有這些溫和政黨 現在就反對佔中 為什麽他們都支持 我們說溫和政黨 就是民主黨 原來有方同學 自己泛民都團結不到的時候 有方同學說 可以整合到市民意見 七成市民說 團結不到 整合不到意見 整合不到的方案 我問你怎麽解決 那為什麽有七成市民 反對佔中 但是那麽多泛民正董 仍然支持呢 市民就是和你那七成 和你說 直接覺得那方案 凝聚不到出來 中央都不會接受 有方怎麼看 其實那方案 什麽不可行性 全部一向都是有方 和你四個講 你說市民不支持 那我問你 你四位同學 又知不支持呢 如果說到底 那些所謂不可行 都只不過你好像飄出來的細節 尤其是此時而非 不可行 而那些閉嘴 多謝各位 接著下來是評判發問的環節 每間院校將會被兩位評判發問 評判發問的次序 對象已經在比賽之前 已經抽籤決定了 先會由一位評判向正方發問 正方回答之後 由另一位評判向反方發問 如此類推 這個環節 只有辯緣的作答 才會計算分數 評判的發問 不影響計分 評判發問不可指定誰人作答 五位評判也都只可以發問一次 發問時間為一分鐘 當時間終結的時候 主席會按鐘兩下 事已時間用完 請評判作出發問 台上辯論員 準備和作答的時間 多為一分鐘 在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 計時員將名蹤一次 在法定時間終結時 計時員會連續按鐘兩下 事已辯論員 需立即停止發言 現在有請評判 石永泰資深大律師 作第一次的評判發問 我不需要指明哪位同學 不用了 佔領中環是一個政治的舉措 政治的舉措坦白說 沒有絕對的對錯 是很多背後的盤算 佔領中環剛才 正方一位同學 是用到一個字眼 叫做脅迫或者威脅 即是向中央施壓 正方的前提應該就是 中央立心不良 我根本不會給你 所以才要威脅 正方的同學的心中盤算 或者你們說有利處 就算不是百分之百會成功 正方的同學 之所以說對香港發展會有利 你們怎樣去計算出 或者你們怎樣去推度出 一個立心不良的中央 怎樣或者為什麼 會被你脅迫到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 如果中央政府立心不良 習慣在泛民手上 以後的發展會不會還有利呢 香港 正方同學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作答 請問一下 有请正方的同学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时宜 是米,是米 多谢评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问到 如果中央是立心不良的话 那我们怎样可以移聚到他 其实是没办法的 坦白说只是靠一部分公民有良知 透过公民抗命的道德感召 去显示我们的决心 去尝试令中央明白 我们争取普逊的决心 当然到最后他不给的话是没办法的 但如果这样也失败 那之后往后的民主政程如何做呢 但坦白说现在这一刻都衰到这个地步 你不试试去做些事情 难道不做会反而更加好吗 这次失败了 不如再想想其他方法 看看会不会第一公民抗命 例如摘影帝道 不交税之类 去试试再做多些事情 但都必然有一个事情 就是必然成立的 就是这件事必须要先做 而且去反映出它的利处 去让中央知道我们的决心 这是最重要的 而往后再怎样去盘算 或者去推展一些民主运动呢 这是往后的事 至起码香港人也要团结一致 去支持摘影中环 去为我们的普选作真正的 真正去拿我们的普选 多谢各位 好 现在有请评判 曾志豪先生向反方作第一次的评判发文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反方刚才就说有个弊处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骑劫民意的 他的推论就是 由于不是全部的市民都支持摘影中 所以你这个时候搞摘影中 就是骑劫民意 如果根据相同的逻辑 其实七一的时候 就算最高峰 都只有五十或六十万人上街 根据这个原则 其实有几百万的市民 都没有支持到七一的 那是不是根据反方的逻辑 所有这些游行示威 其实都是骑劫民意 就代表不了主流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们说占中会瘫痪这个金融的命脈 每天损失十六亿的金钱 但是2011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占领华尔街 就席卷全球的 根据这个逻辑 是否全球的经济 包括我们最爱去的美国 英国那些全部都被瘫痪了 就万劫不服呢 麻烦反方论证一下 反方同学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打领华尔街 感谢观看 有请反方的同学答辩 没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示完事宜 多谢评判的问题 评判问了两条问题 第一他就问了 其实七一游行 都只有五十万人上街 那是不是代表不了 全港市民的意愿呢 但先想一下一层 七一游行 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 不同诉求去游行 有些可能想争取非庸的居留权 有些可能争取新界东北 要反对这个计划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是 全部人讨论全港的议题 但今天占中有一件事不同 就是因为他们很多人 出到来去骑劫的民意 不过讨论全港的议题 所以如果他们不是 全部人都支持 或者不是大多数人支持的话 这个已经叫做骑劫民意了 第二个问题 评判就问到了 其实好像华尔街事件 他们那时候都会有很多经济损失的 但是那时候华尔街 都没去到完全癱瘩 今天香港就不同了 有邦就说 续续有来的 第一波第二波 还有第三波 每日十六亿 香港能否承受得到呢 既然有做到这么大经济损失的话 还是不是叫做利多于弊呢 谢谢 接着下来有请评判徐少华先生 向政方作出第二次的评判发问 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 如果占领中环 不能成功争取普选 那还有没有利呢 第二 今天的辩题是利多于弊 我还没听到 你们怎样证明 多字 弊 你们承不承认 反方所说的弊处是存在的呢 多谢 政方和我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多谢 感谢观看 静芳涛,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词米,所谓评判是提问的 大家的问题是问到如果失败了会不会有离处 就算最终不能够有普选 刚才提过也有离处 例如我们引入一些新的商议色民主的 商讨政治,即是政策的方式 又或者你往后在公投的时候 有一个得出的结论、一个方案 又或者整个学者主导的气氛去讨论 其实这都是离处 甚至你提早了去讨论普选这个议题 对香港未来发展得第一个离处 但是如果问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多于弊处 首先那些弊处是否见及一些事实 是否真的会造成这么大惊论的损害 如果说一万人去静命中环 根本没有人会觉得是会造成这么大惊论的损害 弊处就不成立 如果在说旗杰民意 其实也很明显 如果这样叫旗杰民意 甘地难道是全国公投支持他去做的吗 也不是一个旗杰民意 也不是一个事实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弊处 反方没有办法提出一些实质的弊处 是说得通的时候 今天的利处必然就会多于弊处 而且就是那些说的利处 就是方材商讨压 或者是普选 多谢各位 最后有请评判韩廉山老师 向反方作出第二次的评判发问 要问的就是 反方的同学一直都在说 占中会带来政治、经济、社会等等的弊处 其实那个主要的成分 就是为什么占中 那个理念是希望长痛不如短痛 所以我们也知道 能够占中成功 我们将来的前景 会对香港发展更加有利 如果这个理念不知道你怎么去回应 另外我们也知道 香港发展到今天 游行、示威、绝食 什么都做完了 而在政制、民生等等方面 发展都是停滞不前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问一问反方的朋友 除了占中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 反方和我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法定人數不足 有請反方同學答辯 有請反方同學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 請計算是 多謝評判的問題 今天評判就問了 長痛不如短痛 如果短痛換到民主 我們很願意 但今天我們見到不行 如果你要搏這一局 你行不行是在於民意 能不能夠凝聚 能不能夠換取籌碼 但當日只有三成市民支持 但還未說他們會不會參與 到底你的籌碼怎樣換回來 這是我們關心的 接著的是評判也很想知道 其實沒有其他方案 因為我們都試了很久 其實今天如果是講這一場辯論 我們真的探討佔中的本質 到底是利多還是弊多 但如果講到反建議的話 其實是不是真的這麼沒空間 其實有一方義父自己出來答都說 評判問如果這個失敗 那你有沒有其他 那怎麼辦呢 他都說那再想其他方法 既然今天我們也是 齒落不通就肯定的了 那我們為什麼要強行闖句 如果倒輸了 跌落生涯 那就更差了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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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的事宜 而這一個又是否最好的方法呢 主席評判 在場那麼多位觀眾 大家好 其實總結整場比賽 正反雙方都要民主 都要普選 但很可惜 有方台在香港時機不成熟的時候 就強行佔領中環 根本就是將政治凌駕民生 將佔中凌駕民意 因此歸納起有方台今天支持變態的原因 不難發現有兩個嚴重的錯誤 第一 有方扭曲民主概念 我們經常都會提民主民主 其實簡而言之 民主就是要尊重人民意願 但有方台就說不是的 其實所謂的公民抗命 就是很多人反對 我都照樣繼續做 但有方台暴露了這個弱點 就是覺得香港還是民智未開 有方舉出一個男女平權的問題 香港男女平等了 民主成熟了 每一個香港人都知道自己想要些什麼 想做些什麼 所以現在就告訴你 港大的民調、中大的民調 普羅大眾和商界都反對佔中 若然你都是不聽一意孤行的話 根本就是扭曲民主的概念 其實情況就好像這場比賽 可能台下有很多維園的觀眾 來看一場比賽 有些觀眾就會覺得 台上這個辯論員說得不好 一於地衝上台板佔領咪架 但若然這個方法 被台下的評判、觀眾 甚至台上的辯論員都不支持的話 根本就做不到他的原意 反而會濃厚、反絕、違反民主的原意 第二 有方忽略、辯提、字眼 大家報了結辯環節 不妨重新看一看條辯題 有香港發展 這四個字 不過有方全場就被觸不講 就跟我說可以爭取普選 可以凝聚到共識 但問題就來了 你從來無論正過暫中 為甚麼可以成功 也都沒有審慎的仔細分析下 給那些評判聽 就為了你一些 不可以肯定的利處 就快放棄了香港的代價 所以我方一直都说 社会、民生、经济三人的代价 当你骑劫民意、痰瘫中环、扰乱秩序的话 这些是不是对于香港发展利多于弊呢 所以引申出另一个重要字眼就是利多于弊 于是评判发问都问了右方同学的了 你全场比赛一个利都没有说得出 也都没有衡量过利弊之间 证明了右方同学刚才答当时都没有答过 很容易就看得出 右方根本就没有在香港各方面发展的时候比较利弊 还在哪里讨论辩题呢 还有个位 其实今天我方出来反对占领中环 并不是抹黑占中这个行动 也不是说不应该争取普选 但往往原意好是不是等于手段都对呢 我方都很欣赏占中三位发起人 他们的一片好心都想争取普选 但问题是我们看过往 譬如甘地、马迪、路德金 他们的公民抗命和香港的占中有点相似 但唯一不同的就是甘地当年有印度的民众支持 马迪、路德金有黑人的支持 但今天香港呢 占中没有民意 我们如果不能够只有民意支持的话 占中又怎样可以成功呢 所以其实说到尾 我们绝对不能够一片好心 就去胡乱做坏事嘛 最后各位 其实说到尾 民主要争取 但我们想想 孙中山先生在搞革命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句说话 就是欲得文明之幸福 必经文明之痛苦 可惜有方口中的占中 已经凌围到 我们未知文明之幸福 就先经不文明之痛苦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又合乎民主的方法呢 到最后呢 我们不妨看一看 工作人员背后都会写罪子 公道、自在民心 民心所向就是反对占中 所以绝对不能够推行 多谢 反方结变所容时间为4分07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到正方结变 刘燕新同学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事员事宜 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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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同学觉得 看不看得到呢? 主席、評判,以及在座各位 今天有同學說理性、理性、理性 說了十二次 但他們所指的理性是甚麼呢? 看到中央好像站硬 看到佔領中環好像未必可以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不要搞,放棄了 這些不是理性,而是退縮 主席、評判,以及在座各位 說政治從來都眾說紛紜 但在分歧中 看到今天政反雙方都有多相同的地方 說民主發展,雙方都認同 大家都希望有真普選 但一提到和平佔領的時候 有分同學就諸多推堂 出一些不是事實的閉署 都演繹為閉署而抹黑今天的佔領行動 而當中不難發現有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 有分同學覺得佔領行動有市民知 有市民不支持就等同不可取 首先有分同學 其實心底裡是質疑全港市民 爭取普選的決心 但從來每個公民抗命都有人支持 有人反對的時候 重點應該落在爭抗爭運動 爭取的目標究竟是什麼 今天佔中行動在爭取的不是私利 而是全香港市民被剝奪已久的基本權利 對抗現時不公義的制度 有分同學說市民不支持的時候 其實只是一些手法 未必每個人認同 而將佔中行動迫使政府回應 市民普選的訴求 提升市民政治參與等等的利處 有方同學避而不不塔 一一抹殺 第二個錯誤 有方同學覺得佔中行動會造成龐大的社會震盪 社會影響 但佔中的原則 從第一天開始就已經說 和平、理性、非暴力 當遇到執法的時候就會主動自首 不會反抗、不會衝擊的時候 這個和平、理性的社會運動 對社會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呢 有方同學沒有指出過 同樣的道理 七一遊行一樣都會有一些影響 那是否代表每年的七一遊行 都必定避多於利呢 有方同學始終都不敢回答 再問有方同學有什麼高見 必定能夠成功爭取到普選呢 有方同學到結辯的時候 依然避而不塔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今時今日的香港 政府施政未能撤合市民的需要 公屋輪候拆達到23萬人 創造歷史新高 教育政策招令直改為人救病 六大產業的發展停滯不前 凡此種種 都對市民對真普選有一個渴求 但是真普選遲遲未能落實 以上的問題正正就是香港發展 果足不前的原因 香港的民主發展一路走來 驚激滿途 2017年的普選到了今天 紫文樓梯響 方案懸疑未決 香港人期待已久的普選夢 隨時都會破滅 戴耀廷教授 一個溫和民主派的法律學者 他敢於賠上自己的前途 賭上他的專業資格 走上公民抗命的道路 用道德感召為所有香港市民 爭取最基本的選舉權利的時候 有方堂 怎能一刻抹殺了他的努力呢 向中央特區政府這兩道高牆 表達訴求展示決心 正正就是這個運動的核心價值 今天是放棄 要說堅持 是原地踏步 還是多走一步 是繼續啞隱 還是敢於挑戰 全民在座各位一連之間 大教授的團隊 佔中運動已經準備好 為民主 香港人 你準備好了嗎 多謝各位 政方傑辯所用時間為4分02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經過了採用精彩的辯論 比賽告一段落 有請評判退席商議 也請台上辯論員到台下休息 稍後回來 我們會宣布賽果和頒獎的環節 稍後見 受不了 請 純粹邀請 我要去做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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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受下來呢 會宣佈賽果 宣佈賽果之前 首先有請 請各位評判對於今天對賽雙方的表現給一些寶貴的意見 首先有請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資深大律師 主席、各位評判、各位同學 通常做辯論比賽評判比評語的時候 做最後的幾個好處 因為前面的人都說了 到最後的一兩個 就可以說我沒有什麼要補充了 所以我就不會給好日子 我跟著那幾位評判過的 我就會說到點到即止 我就留一些給大家說 雖然有很多事情 我知道大家都是有共同的意見的 雙方的辯才都很好 我就無需要說一些太過誇張的說話 因為其實大家都深知自己的技術很高 但是我有幾個關於技術上的東西 都是想有一點點評 因為今天的題目是很惹火的 大家都會知道 還有辯論比賽主要是說 雙方在今次辯論裡面所說的內容 以及今次的技巧 所以我也是著重今次 反而不是說過人真正的意見 技巧上大家都做了很多的準備功夫 但是唯一有一道就是 大家搜集回來的資料 有很多時候是會很重複性地使用的 譬如說三成人反對這個概念 就好像從頭說到落尾 即逢親反方有什麼要說到缺乏支持的時候 就是用三成人反對 即是民意沒有支持這一個可以是一個理據 但是其實可以用不同的資料 或者不同的辯源 可以用一些不同的統計數字 可能製造到一個更好的形象就是 不是只有一個統計說三成人不支持 可能很多不同的統計 都可以支持到大家的論據 就比大家好像說到沒有東西好說這樣 說到沒有東西好說 就帶入另外一個話題就是即時辯論的時候 即時辯論其實是很考技巧的 因為即時辯論 大家經常覺得有個時間的限制 所以就經常要很快地去回覆對面 但是如果你很快地去回覆對面的話 經常發生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會說來說去生腹體 因為你轉數不夠快 你轉數不夠快 你就迫著要重複回之前說過的東西 就好像有一點點罵街的形象 就是說 我是這麼說的了 為什麼你這麼說? 我就不停說了 為什麼你這麼說? 就不停地好像打給人幫那樣 重複地同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大家要懂得走 就是覺得重一個論點已經講得太多了 要麼就是認為對方已經被你打死了 即是他不停地你再重複回三次 他都回答不了 你就不要想著說我再回答你四、五次 因為沒有好處的 評判覺得悶的 你回答了別人三槌回答不到 你走 你說我走了你都回答不了 或者如果你被人回答了三、四槌回答 別人不停地追擊 你覺得自己回答不了 你都可以走的 你都可以說我回答了 你這麼蠢還問呢? 你都可以走的 但是就不要流於 大家好像在同一個論點裡面 不斷地在這裡 點到你不服 為什麼我要服 不斷地重複 就會有一點點悶的感覺 另外就有一點點關於內容方面 就是有一點點大家捉到鹿 不太懂得脫角的 有些論點 我知道有些關於正方捉到鹿 沒有脫角的 其他的評判會說 但是反方其實也有一點點脫不了角 就是關於騎劫的問題 其實騎劫這個問題 其實你看很多市面上的討論 很多人對佔中的保留 就是在於騎劫的問題 騎劫是被 無論叫做自己人也好 或者不是自己人也好 都會騎劫 激進的民主派會騎劫 建制派搞事的也會騎劫 不是說一句 不是我叫他們騎劫的 這樣就能夠搞定的 所以被騎劫的風險 搞到流血收場 好心做壞事 這一類的論點 就是有拉出過 但是就不太著重 不見到太多的比重 那這裡其實就可以 下多少少的比重 還有另外最後一點 就是這個純粹的技巧方面 就是大家可能經常覺得 有時間的壓力 很多時候說話 就好像被迫著 快被人叮走了 扣分了 就會有一點點 扣離的情況出現 有一點點扣離的情況出現 那就不太好 有時候你會覺得 不用說一定要是三分鐘之內 說二十個論點 三分鐘之內 都四、五個正的已經好好的 慢慢地收 就好過 叮 好彩收皮 就是不用這樣 聽得不太舒服 我想也要留一點時間 給其他評判給他們評語 謝謝各位 說完了 謝謝石永太資深大律師 接下來有請 立法會陳家樂議員 九龍堂兩間大學 來到維園 切磋較勁 我就是一個九龍堂的人 來講 手掌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對吧 題目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我發現今天的辯論很精彩 技術上 技巧上 大家有在座見到的 有經驗的辯論員 有他的一群朋友 有整個訓練的過程 對吧 有些也是台下發言的同學 都很用心地投入這場辯論 所以首先應該鼓掌給自己 好嗎 兩邊的都要 我覺得很需要鼓勵 題目本身很困難 題目本身很困難 我特別遷就著 反方和正方都分別給了一些意見 希望大家都聽一聽 我覺得反方方面 正在大學方面 是很單調的 是很單一的 辯論比賽 我自己也有一點經驗 我都知道 做反方其實相對較為輕鬆 你集中 你認為最重要的一點 大力地壓下去 重複再壓下去 就會製造到一個優勢 這個優勢是相對的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了這個優勢 你重複再用的時候 循環再用的時候 一直拖下去再用的時候 評判就會覺得 你好像沒甚麼了道 就是見底了 可否再潤色豐富多一點呢 當然 我覺得有些強的點 其實是在結辯的時候出來 但其實那些強的點 其實我看很多辯論比賽 做評判都有這個問題 為甚麼真的這麼厚 早點拿出來 早點拿出來 你可以透過主辯 一二變幫你去發展你這些本來 是已經準備了的 你一早準備了的結辯出來的 所謂最大殺傷力武器 甚麼都好 留一些殺傷點 你當時拿出來 可能那個小便會漂亮 正方 正方其實在問題上 論題上的發揮 我覺得還有很多空間 還未能發掘出來 甚麼是發展呢 如果不在這個問題 在這個觀點上去動腦筋的話 就很容易被反方拉到一個位置 你就捱打那一刻真是慘 是吧 發展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一開始的時候 是有很多時間 要解釋佔領中環這個概念 那裡實際上用了很多時間 我覺得未必太需要 是從頭去講一次 解釋一下 但是正方勝在 就有很多張牌 可以打 打這張 打那張 所以比我的感覺上 是豐富很多 內容上豐富很多 而在那個交球過程當中 大家的合作精神 亦都比我覺得是強的 所以這方面也是正方 我覺得是較為優勝的地方 所以不要緊 辯論比賽有贏輸 有結果一定有的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 借助這個機會 在這個辯論過程裡面 各有自己找到的得著 大家都就著香港的民主進程 繼續盡自己的力 身火相傳 多謝各位 多謝 多謝陳家樂議員 接下來有請 著名傳媒人 曾智豪先生 其實我也很感謝這個大會 邀請我來做評判 因為實不相瞞 十幾年前我也是打這個辯論隊 年紀老賣 不能再上台 聽到你們都說 這次是我的最後一場 我想說還好 你都可以再踏上台板 那我就過一下 轉換角色 做一些講評語 我想說 似乎大家都很先天以為 應該是正方會很著數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反方出來 每個都消毒藥水 不斷審我們 你們千萬不要被原有的成件 阻礙到你 蘋果橙 你都知道 我聽到我說 我跟韓老師說 不是吧 不用這麼激動 首先 看得出你們似乎有這些憂慮 但這個憂慮 我覺得不一定是真確的 不是說辯論技巧 是說對形勢的判斷 難道你們真的覺得 在整個社會裡面 真的贊成佔中的 會有很多 我不是說那些三成數據 其實你只要看一些 很知名人士的意見 他們的立場很有趣 我不反對佔中 不過我參不參加 我先想想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關鍵的 不代表你看到今天這個題目 就覺得大件事了 反方很可憐 這個是整個時局的判斷 可能兩方面的同學可以再做些功課 第二就是 由於以前我打辯論 我對那些字眼很執著的 即利多於弊 其實它有另一種說法 就叫做應然性 譬如說香港應該佔領中環 但各位同學 今天明明說利多於弊 但我聽聽聽 其實除了你們口頭宣稱 你看我有少許利 你看我有少許弊之外 你都沒有稱過 我們以前打辯論 老師第一課就教了 你把尺在哪裡 即是當你衡量利多於弊的時候 譬如你說了十個例 你說可以團結到民主黨 那是否代表你的尺 就是認為可以團結到香港一個很大的政黨 是一個很有力的標準 反方如果要打的話 你就應該用另一把尺 誰說你民主黨的尺是有用的 黃之鋒也告訴你 民主黨可以入閘 不代表普選 但是呢 是很可惜的 其實沒有那把尺出現過 你只是說 我那些尺就凝聚民意 你就說你凝聚到什麼 不行的 你那些沒有 你只是一個尺 一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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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把尺在哪裡 你想想評判怎麼幫你衡量 因為說公聲 又說厘米 咬不咬 然後有一些字眼 我覺得如果你咬文雀字 是可以有很多發揮的空間 譬如 正方的開辯 一尺無端的說了兩個字 嚇死我 他就說 其實佔中你是一個核彈 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武器 那是就是武器 但是核彈 你知道吧 殺人損己 整個城市沒有了 我很奇怪 為什麼你會用核彈 來形容自己這個方案呢 你很難用核彈 來形容利多於弊 但是更奇怪的是 反方聽不到的 我不知道其他評判怎麼想 對我來說 在這個辯論台的標準只有一個 一個方說的項目 另一個方拼不到 你的項目就成立了 無論你多荒謬都沒有問題 就算你跟我說 今天有五個女評判在這裡 只要反方沒有拼搏 我出來也會假裝女人 我當你贏 所以我覺得你們要小心一點 這些字眼 還有我想民意也玩得太多了 好像剛才的評判所說 我有奇怪的 正方其實你沒理由 沒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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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會斟酌你的癱瘓 或者斟酌你 不是每個市民都支持 如果每個市民都支持 那周庸怎麼賣廣告呢 但是我奇怪 好像你們沒有準備到 你們的辯駁 就不太有力 就似乎是剛剛聽到 你就搏一搏 剛剛聽到就搏一搏 那我不希望 可能是因為你們覺得 想著這個題目 找操勝券就輕敵了一點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雖然有些可能 已經要退休做老鬼了 那就繼續回來 多多支持一下你們的隊友 好,謝謝 謝謝曾志豪先生 接下來有請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發言人 韓廉山老師 謝謝 謝謝 是主席、評判 各位同學 做老師是口水很多的 不過我今天盡量說少一點 因為剛才那幾位 已經差不多說完了 律師已經說得很清楚 幾樣 利益申報是我 我自己已經簽了佔中的行動書 我會去佔中的 但是 今天做評判 我們就不會去 用這種角度去看的 我們會看回每一隊 他在處理的內容 他在組織他的觀點 在合作方面 等等做評分 不會因為我們個人的取向 而去哪一隊會給多點分 而今天在 我看到大家的技術都很高超 大家一定是身經八戰的辯論員 紅便韜韜 對方說什麼 可以博他 那種技術是很高的 也看到大家 是很有風度的 每個人的風度都是百分的 一上到台 就看到這個人 真的是一個辯論員的角色 是扮得很好 這個技術那裡 內容那裡再說一說 就是 曾志豪也說了 就是 在內容那裡 大家可能工夫要做足一點 工夫再做足一點 搜集資料再多一點 那你們在破對方的論據 然後再納自己的論據的時候 你會多一點的資料支持 比如好像關於這個 公投 究竟是 最後是電子 還是真的要辭職公投 這個其實到今天是未定案的 我所認知 是未定案的 所以大家 這些工夫做足 支持人多少 政方經常被人問 三成支持 你怎麼看 其實你也可以找一些數據出來 其實支持佔中的數字 慢慢不斷上升 那個很重要 因為佔中有利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凝聚香港市民 對於爭取普選 那個堅定的意志 如果你能夠說到 那些數字是逐漸上升的 其實是可以將對方 說你們棄得三成 那個說法去破的 那麼在組織方面 大家都… 我就喜歡那些朋友 上到來 是不要有卡 依賴那些卡太多 那些卡可以提醒你說什麼 就不要… 因為我看到幾位不用卡的朋友 是… 很精彩的 那… 而他是… 因為他掌握了資料 也都說到他想說的 那… 合作當然大家都非常… 非常好 特別是… 其實我是欣賞你們那個… 那個… 怎麼到我不服 為什麼我要服 那個… 我不是很同意阿錫律師的 那個… 那個看法 我覺得那裡很精彩 就是… 大家都可以… 在那個情況之下… 處於變不驚 就是… 對方怎樣質疑 你可以怎樣回應 總體來說呢… 當然要… 恭喜… 這兩間大學的… 同學辯論隊伍呢… 你們真是… 今天很出色 那無論… 勝負 你們都是… 其實已經勝了了 那… 那… 我們一會兒… 那些… 那些獎呢… 得與失呢… 又是另一回事 等於佔中… 成功與否 另一回事 但如果佔中 能夠將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 踏前一步 我覺得就是成功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韓老師 最後有請時事評論人 徐紹華先生 好像石律師所說 我沒甚麼補充 說到最後 事實上真的… 我覺得很佩服兩隊的 因為我覺得… 今天是非常之精彩的 那… 我就是做這些數據分析的工作的 我認為… 我有理由相信… 全世界的辯論呢… 都是正方輸多的 就是… 為甚麼呢… 其實… 今天我看到的情況就是… 正方呢… 是沒有用一些… 我叫做另闢其境的方法 所以就叫做捱打的狀態 我這樣說呢… 不是說你們輸的 就是… 我不知道結果 但是我的意思… 全世界那些辯論呢… 如果… 你正方… 是用正路地打呢… 我相信… 輸的機會… 是大的… 那為甚麼呢… 剛才你看到的辯論 我覺得呢… 就是… 你要建立一個叫做… 香港發展利多於弊… 只要我做反方呢… 你一說來… 我就… 你未能證實… 誰說的… 這樣… 所以呢… 政方今天呢… 我缺乏一件事… 跳出佔領中環… 另闢其境… 公民抗命… 你有沒有搜過數據… 說回我本行… 過去社會… 世界的發展當中… 有多少是因為公民抗命… 而獲得… 更好的社會發展呢… 這個呢… 因為…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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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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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證明不了的嘛… 但是唯有… 如果你可以告訴我… 有些數據告訴我… 全世界的公民抗命… 因為… 你確立了… 佔中和公民抗命之間的關係… 是為了正義的… OK… 現在沒有人… 沒有人… 質疑你… 即使反方… 沒有… 沒有質疑過你… 是為了正義的…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確立了之後… 就要… 確立個辯題就是… 對發展… 利多於弊… 那… 其實… 對發展利多於弊… 事實上… 我今天為什麼押軸呢… 是刻意安排的… 是刻意安排的… 因為呢… 有人叫我… 說一下… 佔中的… 我本身呢… 就是支持佔中的… 因為其實… 如果說… 我要確立這個論題呢… 我為什麼支持佔中呢… 佔中的… 到最後… 成語拜… 我相信… 我本人相信… 都是對香港有利的… 你現在看到… 由戴耀廷帶出來的… 其實… 不要集中在佔中那幾天… 而是… 他所帶出來的… 那種的… 叫做民主… 討論… 商討… deliberation day… 什麼叫做deliberation day呢… 就是要謹慎… 獲得民意授權… 我不跟你爭辯了三成的… 老實說… 就是… 如果… 今時今日… 香港地… 大部分人支持佔中才奇怪啦… 所以佔中要這麼長時間… 要跟你解釋… 這是一個… 有效的方法… 這個呢… 正方沒有確立的… 我覺得… 有一點點失望的… 沒有確立什麼呢… 叫做談判策略… 佔中由始至終… 是一個叫做談判策略… 過去那麼多招數不成功了… 所以呢… 我們的對象… 根本就是叫做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 於是… 我們用一個叫做佔中的手段… 你希望什麼呢… 達成一個… 就是說… 跟中央… 在這個… 普選這個議題方面… 儘量拉近… 拉近… 有利於我們這一方… 好了…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戴耀廷和陳建文教授… 我覺得他做得很精彩的一處… 就是… 沒有立即佔中… 這一個呢… 是… 一個… 他們所用的字眼叫做Delayer… 是不是一個… 然後… 不是No More… 然後… 的一個威脅… 這個然後威脅呢… 其實是希望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呢… 很有一個時間… 去跟大家… 去… 介紹佔中的理念… 而… 你說他現在成不成功呢… 成功不在於… 到最後… 現在我們沒有人知道… 他能不能夠成功爭取普選… 但是我覺得他成功是什麼呢… 成功令到… 香港人… 去對於這個普選的議題… 重新關注… 那… 我說得太多了… 不如… 大家有興趣呢… 上下我那個… 頻道呢… 看看我的短片… 好… 好… 以下下來是致送紀念品的環節… 有請立法會議員陳家樂議員… 為我們致送紀念品… 首先是徐少華先生… 接著有請石永泰資深大律師… 接著有請曾智豪先生… 然後有請… 韓廉山老師… 最後有請青年公民主席… 梁榮敏小姐… 為我們致送紀念品… 給陳家樂議員… 再一次感謝五位評判… 接下來是頒獎的環節… 首先是會頒發初賽… 和外圍賽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首先有請… 徐少華先生… 為我們頒發獎品… 第一位得到最佳辯論員… 是在初賽環節… 的香港浸會大學… 羅柏林同學… 由於羅同學… 今天恩氏未能出席頒獎… 他會有隊友為他領獎… 第二位是… 香港浸會大學… 陳建法學… 亦都在初賽的階段… 得到最佳辯論員獎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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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請… 曾志豪先生… 和我們頒發其他獎項… 接著是香港理工大學… 劉曉敏同學… 亦都在初賽的階段… 得到最佳辯論員獎項… 下一位… 香港教育學院… 李子超同學… 亦都是初賽的… 最佳辯論員獎項… 好… 謝謝… 曾志豪先生… 接著是… 準決賽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有請… 韓廉山老師… 準決賽的最佳辯論員… 有兩位… 第一位是… 香港浸會大學… 羅柏倫學… 亦都是需要同學代領的… 第二位是… 香港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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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 三… 二… 一… 一… 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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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隊貴軍隊伍分別為香港教育學院 恭喜 另一隊是香港理工大學 同時也是要接待 humanos 好麻煩陳教洛議員 接下來是宣佈賽果 現在有請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 produit 為我們頒取決賽的獎項 用來冚獲的時間 首先我們會宣布 aquesta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場的最佳辯論員是 反方結辯鄧卓南同學 恭喜 接下來是為大家宣布賽果 2013年度公民杯大專辯論賽決賽 變題為 佔領中環對香港發展利多於弊 正方香港城市大學 反方香港浸會大學 比賽結果為1比4 由反方香港浸會大學勝出 換言之,2013年度公民杯大專辯論賽的亞軍 是香港城市大學 請城市大學的同學可以上台領獎 以及 trench瑪 dzury日 視職 展中的 kulit resoな在今度公民 速度負責一兩三 ี wood 1、2、3 最後有請冠軍隊伍香港浸會大學上台領長 1、2、3 這邊預備1、2、3 請多張1、2、3 1、2、3 這邊1、2、3 好,這邊1、2、3 2013年度公民杯大專辯論賽的所有賽事已經正式圓滿結束 再次感謝在座各位的支持,再見 不如今天參賽的兩間院校和得獎的同學和評判拍張大合照 主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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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